可以成佛 那么类似这样子 因为在法性当中没有所谓的善跟不善 就好像呢 如果我们在讲法性的时候 戒定慧跟贪嗔痴都是平等的 但是呢 毕竟修戒定慧是会成佛 修贪嗔痴不会啦 修贪嗔痴 在法性当然都是平等啊 贪嗔痴跟戒定慧是平等啊 地狱跟诸佛都是平等 但是呢 如果是诸佛就是解脱自在 是地狱当然就受苦无穷 虽然法性都是平等 但是四项的作用差别很大 所以这里修负迪问说 在法性毕竟空里面 没有所谓的有修福跟没有修福的差别 但是为什么以修福德成佛呢 那么佛就答 以世地中有福故德 那么因为在世俗的世俗地元启法当中呢 有福故德 因为有这个福才能够得啊 因为有修福啊 才能够得到这个无上的菩提啊 在世俗地里面 当然就有福就有德啦 当然如果以地狱地的话 就是说啊 我成佛也 以阿尿多罗三秒三不及十五所得啊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啊 有时候经啊 是站在这个平等的法性里面 就说没有德 那在世俗地的因缘法当中呢 还是会有德 有善有恶 有因果业报 那么呢 这个有成佛跟不成佛 但是如果以这个第一地来说是没有这些啊 但是呢 第一地要不离世俗地啦 不能只有说啊 如果就全部都正在就近地一地啊 当然如果我们做得到也可以啦 就像有的人说啊 别分辨啦 众生跟佛丰顶哪里就黏佛 那么呢 那你如果是这样 那个是祖师就给他编了 编了他就说你为什么要给他编 他说你不是说别分辨我怎么给你编嘛 对不对 你如果真的说我给你编都不爱 那么那就叫别分辨啦 对不对 当然我们又不是 像以前的祖师啊 就要用这种方法啦 对不对 他说别分辨你就给他编了啊 他如果要他就说 他不是说别分辨吗 对啊 怎么有分辨 对不对 啊当然呢 众生是讲归讲啦 是这样讲啦 我们如果说要黏佛 他就跟你说别分辨啦 啊 如果让他稍微搖一下 拖一下 拖一下 就要叫了 那个时候就不叫做分辨 那时候他就会分辨啦 不是说没分辨啦 啊所以说以世俗地当中是有啦 以世俗地当中有福顾得 那么呢 虚佛提 因为众生啊 浊无所有 执着在无所有 执着说一切好皆空啊 没有所谓修福跟不修福 布施跟不布施啦 那么佛呢 以不执着有 故回答 那么佛呢 因为他不执着有 虽然修福啊 但是呢 无所住啦 虽然布施也无所住 那么再来说 所谓精进修福 尚不可得 何况不修福得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精进修福得 还不一定能够得 阿尼多尔三秒三菩提 何况不修呢 何况不修 比如下面说 比如说 比如起食道人 比如有一个起食啊 脱波的这个修行人啊 到一个聚落 自以聚落 到一个村落里面 他从一家至一家 起食不得 一家一家去起食啊 结果没有人出来布施啊 没有人供养 起食没有饭吃 然后这个起食的道人呢 见到一只饿狗 一只饥饿的狗啊 饥握 躺在那边肚子很饿啊 那么只会在那边咬尾巴 希望人家给东西给他吃啊 那么他这个起食的人啊 他脱波不到 看到一只狗饿在那边啊 躺在那边只会咬尾巴 所以他就用杖打枝啊 用这个杖的木杖打他 他说乳畜生无智 你这个畜生没有智慧 我种种因缘 家家求食 尚不得 我用种种的因缘 我一家一家去起食 我很努力一家一家的走 我起食都求不到东西吃啊 何况乳握而忘得也 何况你躺在那边啊 咬尾巴 你还想要人家东西给你吃吗 当然这是一个辟语啦 也是一个笑话啊 就是说一个人去起食啊 一家一家都起食不到 一个修行人 看到一只狗在那边咬尾巴 就想要人家给他东西吃啊 他就骂他说 你啊 我一家一家去起食 我那么努力走啊 走了很久 都没有要到饭吃啊 你躺在那边就想要饭吃吗 那么当然这是一个辟语啦 辟语 辟语就是说啊 我们努力的 我们的菩萨努力的修福德啊 不一定都能够成佛 我们的不修福德就想要成佛 那不是像那只狗一样吗 当然这个辟语是比较有点 是世俗辟语 那么只要就是说我们呢 不修福德想要成佛啊 那个是很不容易的 就像虚映劳上说的啦 如果我们要开悟啊 也是要有很大的福德啊 好像说要有七世做皇帝的福报呢 才有可能开悟啊 那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啊 也没有福德 也没有智慧 想要妄想说 我要开悟 我要成佛 又不修福德 这样子是不可能 就好像那只狗一样 人家努力求都没有求来 得到吃的啦 那一只狗躺在那边咬尾巴 什么也不做 就想要人家给它吃 所以呢 就是形容我们的愚痴啦 下面说 我们呢 我们要精进修福德 那么至于呢 宝具书登 续命共佛 睡乃恒真志愿 常要生光 所以啊 我们要香花供养啊 甚至我们用宝具 书登 用书游登啊 用这个 佛 用点灯啊 宝具就是说 我们用这个油来做这个灯 做书游登 续命共佛 续命就是尽行寿啦 我们生命还在的时候啊 我们用灯来共佛啊 那么 虽乃恒真志愿 常要生光 因此能够得到 增奖我们智慧的火焰 我们以灯共佛 得到智慧的火焰 常要生光 有灯共佛 所以我们身上有光 这是过去很多啦 因正果园 形成业旧 那么呢 如果正的话 我们的果地就能够成旧啦 形成业旧 我们来共佛啊 香花共佛 灯来共佛 灯也可以共佛 也有得到果报 下面就指这个例子啊 他说 故贼人偶挑禅宴天眼常明 这个阿纳律尊者啊 过去生做小偷的时候啊 他要道佛额头的宝珠啊 我们这个摆好 这个额头的宝珠啊 那么呢 因为佛殿里面 晚上很暗啊 看不到啊 所以呢 他就用那个键呢 去挑那个灯 那么所以叫做贼人偶挑禅宴 他偷 他挑那个灯啊 油灯啊 把那个灯心挑高一点 就亮一点 对不对 我们油灯如果天心 一直烧烧烧很短 那么灯心再挑长一点 那个灯宴就亮一点 所以呢 偶挑禅宴 那个灯宴快要灭掉啦 他用键把它挑高 然后得到呢 天眼常明 得到这个天眼 阿纳律尊者天眼第一啊 那么呢 这个也就是 他也是算燃灯供佛 点这个油灯供佛 那么当然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是因为要做小偷啦 所以但是因为也是这样子 关系来供佛 所以得到天眼 这个都是典故 这个都是典故 这个也是一个故事啊 就是有个贫女叫做南陀啊 很穷啊 他家很穷 那么他看到人家 都看到佛 都是供养啊 供养佛啊 那么供养三宝 他也很想供养 可是他很穷啊 所以怎么办呢 他就去做乞丐啊 这样一天这样乞讨乞讨 最后得到一钱 一钱的这个钱而已 那么他想要去买灯啊 所以他就到那个店里面去买油啊 老板就说你一钱买多少啊 你买一钱是要做什么啊 这样啊 买那么少啊 一钱而已吗 然后那个女众啊 就跟她说 我要买灯去供佛 那么那个老板很好心啊 说哎呦 你一钱这样 这你也是很有心 所以呢 我就给你多一点 就给他多一点的油啊 那么那一点的油 就可以供佛 用弄个一盏 他就挑到这个佛的金色前面啊 那么去供佛 因为那个老板好心啊 就给他比较多的油 他就拿到那个去 然后他就在那个金色前面啊 就点灯 然后就忏悔 说我过去业障很重啊 所以我现在很穷 我没有过去补布施 那么我希望用这个油灯啊 来供养佛 回向我得到无上的智慧 然后呢 得到智慧以后 能够照耀度化一切众生 然后说完了以后 就在那个金色前面就点灯 点了以后就供佛 然后邻里以后就回去了 因为晚上嘛 然后他就回去了 就隔天早上啊 这个木见脸啊 做执事啊 因为晚上大家很多人点灯供佛啊 一方面晚上也看不见嘛 对不对 以前呢 那么所以这个木见脸做 做相灯的时候啊 做执事的时候 他来看啊 一看呢 到天亮的时候 只有一盏灯亮着 只有一盏灯亮着 因为那个女人供佛以后 她回去以后 只有她那一盏灯亮 那么这个木见脸啊 就讲说 啊 现在已经大天 大白天的 这个灯油 这样子很浪费 那么就把它弄灭 好了 晚上再来点啊 所以呢 他就用手去散 用手要把它放下花 这个用去会不会花 会不会花 要怎么做 就用沙 方块会比较大 会比较花 这也是弄不灭 一开始是用手 想要把它弄灭 然后后来不行 用衣服 要把它散灭 散不灭 然后呢 佛就跟他讲说 木见脸啊 你用四大海水 来灯也不会花啦 意思是说 你用大海水来灯也不会花 他说 你不是你身闻之力 这是菩萨的发愿 不是你身闻之力所能灭 利用四大海水来灯 那个灯也都不会灭 那么这个木见脸就说 为什么这个灯不会灭呢 他说 这个是菩萨发大心 他供养 所以今天 这个他发这个心 这个女人发这个心 将来经过多久以后 他会成佛 他会成佛 这个叫做佛 佛皆遥记 佛跟他受记 所以这个女人会成佛 然后呢 很多人都听到说 这个女人会成佛 那么阿难就说 就问佛陀说 为什么这个女人会成佛啊 为什么这个女人又那么穷啊 可是她很穷啊 那么这个 就问佛陀 佛陀就说 这个人过去生是一个居士 居士妇啊 女众 有一天啊 她要供养佛 她家很有钱 她家很富裕 要供养佛 要供养这些出家做 然后呢 因为以前供养的时候 都是赵伦四弟的 那么刚好在她前面 有一个穷女啊 女人很穷 但是呢 虽然是很穷啊 可是这个女人已经赠了三果 阿难喊 那么呢 这个女人赠三果 穷啊 但是供养一百个头子啊 这个有钱的女人啊 就想说 就在那边想说 哎呀 佛不给我供 我家很多要供养呢 那又让她的善妾 让她头子供养 就在那边嘲笑 那个女人很穷啊 为什么不让我供养 还要抢在前面 她想要抢前面嘛 但是佛啊 接受供养是照次第的 所以这个人因为嘲笑 那个女人穷啊 然后呢 就说了人家 怎样啊 没有钱 什么供养啊 供养又很少啊 像我家供养很多嘛 那么因为这样嘲笑人家 所以她这辈子很穷 很多事都很穷 笑人家很穷 因为讥笑圣人 因为那个女人 也是赠三果的 阿难喊 因为她曾经供养呢 可是后来她也有供养了 后来她有供养 供养以后呢 她今天呢 有这个姻缘 所以能够见到佛 将来能够成佛 所以这里说呢 贫女阴线为灯啊 佛皆遥寂 这个女人啊 因为这样子的话 那么佛就跟她受寂 后来大家知道这个女人 受到佛 受寂将来会成佛 全村大家都拿来共用 就是很多很多人都拿灯来 赶快来供养佛 供养佛 那么所以这个供养灯呢 它有这个功德 功德很大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有名元寿大师啊 就是引这个经典啊 论典里面啊 我们不要误会祖师的意思 还是一样要 供敬供养 要修福报 乃至这个阿纳律尊者啊 供养灯 她只是做小偷挑那个灯而已 那么呢 这个贫女啊 她用一盏灯 供养佛 那么佛都 跟她受寂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说 成佛要修很多的福的因缘 不要放弃这些种种的善法 要福慧两足就能够圆满 所以就是用这个证明 那么其他的我们下次再讲 哦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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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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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放掌 请打开169页 倒数第三行 上次讲到说 这个供灯 以灯供佛的功德 所以倒数第三行 169页说 阴线回灯佛皆遥记 平旅阴线回灯佛皆遥记 就是说以灯供佛 那么佛跟他受记 会成佛 再来说 华言经云 说 又放光明明照耀 就是说这个佛菩萨放这个光明 那么这个光明叫做照耀 应必一切诸天光 应必一切诸天光 这个光明照过了 遮蔽做了一切诸天的光明 因为天人也有光明 但是佛菩萨的光明 就超过了这个天人的光明 所有暗藏弥不除 补慰众生做饶益 那么这个佛菩萨放光 所有的暗藏 黑暗障碍 无不消除 补慰众生做饶益 做利益 此光觉悟一切众 令直登明供养佛 这个佛菩萨放光 这个能够觉悟一切众生 然后呢令直登明供养佛 让众生能够直这个登 光明来供养这个十方一切诸佛 以登供养诸佛 故得成世中无上登 因为以登来供佛 那么这个人就可以成为 世界上无上的这个登 登就是形容说 这个智慧光明 燃珠油灯及书灯 亦然种种诸明具 众香妙要上宝足 以示供养或此光 那么这个菩萨说 因为他过去就是因为啊 燃珠油灯及书灯 过去油灯或者是书灯 来供养佛 亦然种种诸明具 种种光明的这个火炬 种香妙要上宝足 以种种的香为妙的药 最上的宝足 宝足就是可能七宝灯具的足 最上的宝足 以种香妙要然后最上的宝足 以示供养或此光 以示供养或此光 因为呢我过去就是因为 以这些灯啊 那么种香啊 来供养佛 所以我今天获得这个光明 获得这个光明 这个是华音经说的 这个菩萨说他修的法门 再来说 普广精云 燃灯供养 造诸幽明 苦痛众生 蒙此光明得互相见 如果我们呢 菩萨能够燃灯供养 以灯来供养诸佛 那么他的功德能够造诸幽明 苦痛众生 这个灯呢能够造药到这个幽明的世界 那么苦痛众生蒙此光明得互相见 那么在幽明世界三二道中的众生啊 痛苦的众生 如果遇到这个光明 我们燃灯供养佛的光明呢 他可以遇到这个光明 得互相见 可以互相见到对方啊 意思就是说在幽明界的众生呢 本来是处于黑暗的世界 黑暗的世界呢 他觉得在黑暗的世界呢 孤独一人啊 看不到任何的其他众生 那么如果我们供养灯的话 他们就会互相看得到其他的众生 一样在这个幽明世界的这些众生 那么所以说蒙此光明得互相见 不然的话呢 会觉得在黑暗当中就孤己一人啊 在那里受苦 原此福德 拔彼众生 惜得休息 因为我们供养灯的这个福德啊 拔彼众生 能够拔除这些众生啊 因为蒙受这个光明 然后呢 惜得休息 就是他受苦呢 能够暂时停止 就是当我们点灯供佛的时候 那么当然我们点灯的时候啊 我们要想说 这个呢我们以此这个灯呢 这个供养佛呢 这个所有的这个呢 法界呢 幽暗西皆明啊 就是十方法界幽暗的众生呢 都能够照到这个灯啊 就是要做这样想 我点灯的时候 要想说 我点的灯呢 可以供养十方一切诸佛 然后呢 又法界黑暗众生呢 都能够得到光明 能够停止痛苦 那么如果我们供灯的时候 做这样想的话 这些众生呢 就能够因为我们供这个灯呢 他能够呢 彼此互相得见 痛苦暂时休息啦 可以停止 所以说 这个就是供灯呢 他有这个功德啦 当然也要做这样子想 想说这个 我们这个 像我们壮中的时候说 愿此终生超法界 这个呢 这个呢 所有的幽暗呢 西街文 所有幽暗的众生都能够听到 我们呢 敲的这个钟 或者是我们念的佛 希望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听得到 能够离苦得乐 我们点的灯 众生都能够得到光明 菩萨呢 供灯的时候要做这样想 那么叫我们要这样想 这些众生就能够得到利益 那么我们本身 供养的人也有功德 供养的人就有功德 我们发这个念也就会有功德 后面会讲到 再来说 施灯功德金云 这个经说 布施啊 这个灯的功德 讲到这个施灯功德 这部经 说 佛告色利弗 说 若人于塔庙 施灯明矣 如果有人在这个佛塔啦 寺庙当中 布施这些种种的灯光明以后呢 灵命中时得见四种光明 这个佛告色利弗 灵命中的时候啊 这个布施灯的人 会见到四种光明 医者呢 灵中见于日轮圆满涌出 这个人灵命中他可以见到太阳 很圆满的涌现出来 那么表示说 这个人灵命中不会一片黑暗 如果我们经典里面说 如果要去三二道的众生 看到的前途都是一片的黑暗 暗蒙蒙这样子 那么这个布施灯的人呢 他可以看到日轮光明 二者呢 渐静月轮圆满涌出 又看到清静的月亮 圆满的涌出 就是有这些光明 那么日月光明显现呢 就是有升天的迹象 所以第三个啦 见诸天众一处而坐 就会看到这些天人 在一起 同一个地方 坐在那个地方 所以说 这个 以共灯的关系 可以看到这些天人 那么因为他有光明呢 就不会剁三二道了 三二道里面是 一片的如云如雾啊 这样子黑黑暗暗的 四者呢 他能够 第四个功德 能够见到如来正片之 就是佛 做菩提树 垂得菩提 看到这个佛啊 坐在菩提树下 垂就是将近啊 将近将要得到菩提要成佛 看到这个如来啊 坐在菩提树下 将要成佛 然后呢 自见己身尊重如来 何时指掌 恭敬而住 然后又看到自己啊 就站在佛前 尊重如来 恭敬 然后何时指掌 双手何时 手指何时 然后恭敬而住 在佛前啊 这样子呢 恭敬何掌 那么在佛前啊 鼎礼啊 恭敬 那么这个是说 施灯功德经啊 就是说如果有人 布施这个灯 那么呢 布施灯的话 就是 就是要像刚才说的 这样想 我布施的灯呢 供养十方诸佛 供养一切众生 然后呢 光明呢 骗照而三恶道而众生 能够得到光明 得到解脱一切众生 有光明的智慧 以这个灯呢 做这样子的祈福啊 要起这种的心念 那么就有这种功德啊 那么所以我们说 如果发大心 就有这个功德 如果我们发小心 只有想说 我这个灯啊 希望我 我儿子能够找到工作啊 我孙子能够考试 能够考上啊 那么这个就是心量比较小 所以要发大心 藉由这个经典所说的功德 乃至能够见到佛 就是要懂得发心啊 菩萨发心 那么再来这个是供灯 那么意思就是说啊 因为之前问的就是说 人家问说保治公禅师啊 说什么 如果不了解自信佛啊 供香啊 点灯啊 供花要干什么呢 自信佛不供供养这些 那么呢 这个永明元寿大师就是说 呃 禅师讲这种话是说 我们修行的时候呢 要懂得这个自信 但是并不是说 叫我们不要去 点灯啊 供佛啦 供香供花等等 因此啊前面就讲说 点灯啊 对不对 供灯啊 然后还有供养这个 这些精像啊等等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 善花啊 他说 获善花供养 言试道场 啊 那么我们除了点灯啊 我们还会做这个善花的 善花 以花来供养佛 啊 那么我们现在供养花 大部分都是说 我们一盘啊 这样供养花 啊 那么呢 可能在印度的时候 他们用善花 啊 善在空中吧 这样子来供养佛 啊 那么 或善花供养 啊 言试道场 尽做菩提之缘因 成佛之正行 啊 我们善花供养也有很多的功德 啊 那么都是我们做菩提的这个缘 啊 成佛的正行 啊 所以呢 这些都是方便 啊 下面说法华经云 法华经里面说 171也说 若人善乱心 乃至以一花 供养于画像 渐渐无数佛 如果有人以善乱心 乃至以一朵花 只有一朵花而已 啦很少啊 来供养于画像 就是画像 佛的画像 啊 只是画像而已啦 比如说我们现在末法时代 我们见到佛的像 啊 画像而已 那么呢 供养于画像以后呢 渐渐无数佛 渐渐呢 将来就可以见到无数无数的佛 啊 表示说我们生生世世 就能常常见佛 啊 啊 只是散乱心一花来供佛 法华经说 我们将来就能见无数佛 啊 所以不能说 供养花 啊 没功德 啊 再来说大师为金云 这部经说啊 若不散花献佛 虽得往生而依报不去 啊 如果我们没有散花来供养佛的话 啊 以花来供养佛 虽然能够往生 但是依报不具足 啊 依报就是说 哎呀 我们极的世界啊 往生极的世界 对不对 然后呢 啊 人家的花就长得漂亮 我的花就长得不漂亮 啊 依报比较差一点啊 啊 依报就是说啊 我们现在人住的啊 啊 你有花园啊 房子啊 啊 那么往生极的世界 有楼阁啊 亭台啊 啊 那么你的住处啊 啊 那么杭树罗网啊 啊 那么依报 不具就是 不像人家有供养的人啊 他的福报比较大啊 所以如果不散花 现佛虽得往生而易报不具 所以我们上花也是修 我们的功德 啊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说 啊 如果我们要知道说 所有的供养啊 都是供养诸佛 供养众生 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成佛以后啊 往生极的世界以后啊 我们的福报就会具足啦 啊 我们的供养啊 要发大心的啊 供养啊 所谓的发大心就是说 我供养什么 我们都当愿众生怎么样 啊 比如说我供养灯 我当愿众生得大光明 得大智慧 对不对 我供养花 当愿众生的向好庄园 啊 那么如这个种花啊 人见欢喜啊 那么我们都是 发这种心来供养 那么就是符合菩提心的 那么就是符合这个菩提道的 那么不是执着的心 或求自己的福报 或求自己的好处来供养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任何一个善法都是菩提音啊 供灯也好 善花也好 啊 再来说 啊 所以主要是因为发心呢 啊 发心的关系 啊 那么如果只求智力啊 啊 就像我们一般人说 啊 三粒干嘛 要求这个啊 要求那个啊 那么那就是只求智力啊 对不对啊 比如说我们一般的世间人拜神啊 啊 到庙里面拜拜啊 啊 那么买两个仙辈啊 买几个水果啊 然后要求这个求那个 但是求来求去都是自己的事情 啊 那么没有发菩提心 那么如果我们去是这个是我们真正的政界呢 就是要发菩提心的啊 那么如果发菩提心这些都是成佛的这些原因 啊 再来说 咸鱼精云 社会国内有豪富长者啊 就是有个豪门啊 有钱的长者 生一男儿啊 面首端正 生一个男孩子啊 那么面帽啊 头啊 这个相貌啊 都很端正啊 天玉 天玉种花 积满色泪 极致花天啊 就是有钱的富豪 加生一个小孩子啊 长得很端正 那么生的那时候 天上就玉种花 天上就落这些花 很多很多的花 天花乱坠啊 积满色泪 积满这个房子里面啊 即至花天 因此呢 就把这个呢 儿子叫做花天 因为那天啊 出生的时候 天空都一直落花 所以他这个孩子 就叫做花天 花天 乃至出家得阿罗汉 后来出家的时候啊 就正得阿罗汉果 阿难白佛 花天何福而得如是 阿难尊者就问 佛啦 你的福而家 说花天哪 这个比丘啊 他是什么福报啊 生下来就很有福报 出家又能赠阿罗汉果 他是有什么福德啊 所以今天能够这样子 耳得如是啊 这是阿难问说这些比丘他的姻缘 佛言过去有佛名皮婆师 过去有个佛叫皮婆师佛 有一瓶人见身欢喜 有一个贫穷人 看到这个大众生跟佛 生团很壮大 他很高兴 给予野则采种草花用善大众 因为他没有钱嘛 是瓶人 所以他就在野外 这个折啊 折现在就是找折施地的地方啊 那么采种草花 他就采这个草花嘛 因为他没有钱啊 去买花啦 所以就采野外的野草啊 那么野花啦 这些草的花 然后用善大众 拿来呢 他没钱啊 就是采那个野外的草 来供养这个大众生 善花 善花供养 所以用善大众 看到这些僧团啊 佛啊 出家众都来 他就善花供养 耳时贫人 经华天比丘事 那个当时的贫穷人 在匹伯师佛的时候 那贫穷人啊 就是现在的 华天比丘啊 他过去生就是这样 他说善花之得 九十一节身体端正 因为他善花啊 庄严的功德啊 所以从那一世以后 九十一节啊 他身体都很端正 都很庄严 善花的功德 因为他已念起这个欢喜心 来供养佛 虽然是野花野草 但是呢 他也是一样 这个呢 得到这个果报 因为欢喜心嘛 意有所需如念而至 意念如果有什么需求啊 通通能够圆满 如念而至啊 表示说 他善花功德很大 他心里想什么 就有什么 都能够成功 都能够有 这个是咸鱼经说 这个花天比丘 所以这个 有名元兽大师啊 就是把这些经典当中啊 有的这些东西 让我们知道 接下来说 金云 若以一花善虚空中 供养十方佛 乃至避苦其福尽 经典里面说 如果一花 一朵小小的花 善向虚空 来供养十方佛 所以我们以后啊 如果去野外 野花野草 我们也要起一念心啊 供养佛 供养众生 当然不一定要摘下来啦 摘下来就死掉了 那么当下就可以供养 他长在那个地方 也可以供养啊 不一定要摘啦 那么他若以花善虚空中 供养十方诸佛 乃至避苦其福无尽 避苦就是说啊 那么他这一世的苦果 结束以后啊 将来的福报无量无尽 像那个花天比丘一样 他以一欢喜心来供养 所以表示说 我们发一念的这个善心啊 菩提心都有这么大的功德 啊 论语呢 亦尔阿罗汉 习以一花私于佛塔 172月 这个亦尔阿罗汉呢 过去啦 用一朵花来供养这个佛塔 所谓的佛塔就是佛的设立塔啦 就是佛灭后以后 有这个佛形象的地方 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佛寺啦 那么以前呢 就是佛寺里面大部分都有设立啊 所以都是塔 那么现在没有设立啊 我们就是佛寺 那么如果当然啊 如果有佛的形象 就是如同有设立啦 有佛的经典呢 就是有佛的设立啦 那么法的设立啦 那么他这个义尔比丘啊 用这个一朵花 义尔比丘 一朵花呢 过去就是一朵花 布施在佛塔 然后91节呢 人天中受乐 经过91节 都是在人道天道当中 受这些快乐 于福利固的阿罗汉 剩下的这个福德因缘呢 让他呢 赠阿罗汉果 所以如果我们如果相信说 这个佛经啊 佛所说的这些 比丘罗汉他们的姻缘啊 那么我们就相信说 我们今天呢 做的这些种种的供养啊 绝对没有虚妄 但是呢 前提就是要有这个 真诚的欢喜心 恭敬心 然后要发菩提心 普愿一切众生呢 得到这些欢喜快乐 而不是只有为了自己 那么如果能够发这种心 当然这个果报呢 不可思议 那么刚刚讲的是 散花 散花 接下来说 或烧香涂香 就是说点香咯 我们呢 点灯啊 散花啊 贡花啊 这个地方说烧香 烧香涂香 烧香就是点的 燃烧的啊 那么涂香就是说 用涂的啊 涂的 下面会讲 庄严佛事 用烧香啊 或者是用涂香 来庄严佛 或者是庄严道场 那么分一年呢 而为其妙果 涂固塔而生出沾坛 那么呢 分一年香 一年香 一年就是我们手指这样一捏 一搓的一点点的香 一年啦 我们用两个手指啊 这样一捏 那么那一年的香 分那么一点点的香而已啊 而为其妙果 那么它的呢 能够得到唯妙的果报 就是以公信心 全能心啊 点那个一年